大家好,我是Conny,文凱玲 我想我遇过最恐怖的一个经历 是之前试过和朋友去西藏旅行 司机帮我们找了一间房,check in 了 进去的时候,看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说好,我们住这间房 然后下去吃晚饭 谁知道吃完晚饭回来 一揭开皮,就看到里面是满了血迹 但是干了,不是新的 但是我们就想,可能刚才是没有留意 谁知道那血迹是由床一滴一滴一滴在地上 然后再去到牆壁有一个掌印,一个血 然后很害怕,我们就立即打电话去reception reception 上来,最奇怪是他很不以为意 他上来,然后,噢,这样啊 那我们换个第二间房 然后他摆一摆皮,摆上去 然后我就说,你不用换的 然后他说,行了,整天都是这样的 但是要看第二间 然后,谁知道去到第二间 然后水游会自己开,电线也会自己开 然后下个和我朋友整晚都睡不着 走啦